而原定这个月六号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延期一个星期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多斯里旺朱乃迪今天终于解释 这是因为新的内阁成员刚刚宣誓就职 需要一些时间熟悉部门的事务 所以延迟开会合情合理 旺朱乃迪发文告表示 推迟国会会议绝对符合下议院议会常规第十一之二条文 而且首相绝对有权 依据本身的判断和时局更改开会日期 旺朱乃迪也表明 三十一名内阁部长 三十八名副部长 以及四名高级部长 两天前才宣誓上任 他们需要一些时间鉴定部门理 哪一些事务需要优先处理 展言国会能够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 针对如何对抗疫情 以及复苏国家经济 找到更加妥善的方案 中文字幕后